在大埔如改700萬預算 可以選擇到什麼的回應呢?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就身處於大埔馬窩路 一個屬於順和的物業 就是我身後的新豐花園 現時如果700萬預算 可以在新豐花園 可以選擇到一些兩房僅廚的單位 這個屋苑也非常之方便 除了本身有村巴直達大埔區火車站之外 其實步行到火車站 約10分鐘左右就差不多到達了 所以我們即將和大家進入單位 去瞭解一下今天單位的現狀 究竟是怎樣 今次我們看看一個 460呎兩房的耿廚單位 我們今次第一次用一個 VR的效果 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裡面的單位的情況 由於這個單位 業主仍在自住 大家會看到整個廚房的結具 或者是裝修 除了減藥之外 也非常新鮮 隨即我們就去了客飯廳 大家會看到客飯廳採取一個長方形設計 布局分明 分左右間隔 所以非常之好擺位 在客廳放一張三人的座椅 而在飯廳放一張四天的餐桌 其實空間都非常大 而且還可以放一個儲物太貴 去到浴室部分 其實一個簡約的裝修 我就覺得已經非常足夠了 在客房部分 原有業主義時 只是放一張單人床 和一張書桌 而主人房部分 就放了一張雙人床 和一個巨型的儲物櫃 絕對可以收納足夠的衣服 好 今集的分享又告一段落 如果閣下 希望可以在大埔白石角 找到你們深水的二手物業 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安排餘約體樓 下一集再見 拜拜